欢迎收看台湾真善美节目 我是曹奈琪 春着天气刚好秋高气爽 周末出游 全家大小骑铁马 游山玩水 您尝试过吗 在今天的台湾真善美 要带您骑铁马游苗栗 您不能不知道 苗栗已经变成了最具特色的休闲农业所在地 我们先来看看公管乡的黄金小镇 早期这里是全球最大的陶瓷产地 前日时期陶瓷工厂有超过400家 而有了陶瓷故乡的美名 现在公管乡也打造了全国唯一的陶瓷公墓 可以一边骑脚拉车 一边欣赏陶瓷作品 还有小朋友最爱的风车DIY 现在我们就透过我们的镜头 带您走入美丽的黄金小镇 我们彩虹掌气了 这么多好玩的景点都在苗栗县公管乡 它的面积71.45平方公里 早期陶瓷产业发达 全盛时期陶瓷工厂超过400家 所以有陶瓷故乡的美名 而全乡19个村当中的管南村 福星村还有福基村以及石墙村 联合发展成一个特色休闲农业区 叫黄金小镇 每年五六月公路两侧的阿博勒树 开满了金黄花碎 仿佛风林般随风摇曳 这里还有全台唯一的红枣产地 面积高达40甲 而黄金小镇规划了四条自行车道 想要接近田野风光 当然要选择最慢活的方式 那就是骑铁马漫游公馆箱 再选到台六线旁的蓝山会馆 就有提供租借脚踏缺的服务喔 铁马行 怎么可以没有铁马 卷毛哥 你说是不是啊 而且听当地民众说 这里有在租铁马 走 真的有脚踏车 可见有在租喔 来到有高达三万多客家人的公馆箱 当然要用在地话 还好我有在小巢 那边有西门人家耶 来 去问他 西门人家 我 两样大便的 五四两茶好煮吗 有啊 两样都要煮好煮喔 有多少钱 一筹一包 有很多钱吗 没很多钱 要煮一台 你们说我客家话是不是头塞雷啊 哎呦 不是啦 应该是俺乡啦 骑上脚踏车 我们的田野水寸之旅 准备启动咯 出发 走 从蓝山会馆出发 沿着管校路前进 沿途都是乡间小路 让人心旷神怡 不到十分钟的路程 我们来到稻草编居DIY教室 体验编居稻草的乐趣 嗨 大家好 李治长好 大家来这边稻草编枝 稻草编枝喔 很棒的喔 他是今天我们公馆上营运游的祥岛 他也是黄金小镇的李治长 李治长 麻烦你了喔 这里的稻草编居一年产量高达 34个货柜 99%都出口到日本 日本人认为就是稻草 只要把用稻草做的东西 就是有神圣仪心开用招 这四个含义 然后稻草跟日本人说 就是稻草是神派来的池者 他把米带给我们人 所以我们每年日本人都会把稻草 做成一个各式各样的形式 反回馈给神明 谢谢他 既然稻草有这么多吉祥的含义 不啰嗦大家赶紧排排坐 听老师讲仔事咯 大家好 很高兴大家来 我们今天的观光工厂做DIY 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东西 叫做西服小园式 不要以为这个很难 做这个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分钟就完成了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把你们交到贵 什么 一分钟就可以完成 那还等什么呢 好 现在我们拿了稻草 我们分了两等份 分了两等份 然后用大腿夹住 稻草要分开来 两边的稻草要分开来 然后大拇指放掉 右手往后搓 左手往前搓 然后搓到不能再搓以后打开来 然后再同样动作 靠着手劲儿将参差不齐的稻草搓成细条状 瞧 不管大朋友小朋友 每个人低着头卖力的搓 十分钟过去结果如何呢 会还是不会 不会 很难吗你觉得 搓不出来 搓不出来 对啊 有搓很大力吗 嗯 有啊 你觉得比什么还难 算数学 比算数学还难 你觉得好玩吗 好玩 为什么好玩 不知道 有做过吗 没有 今天第一次 嗯 你觉得难不难 难 老师果然是抬上一分钟 抬下十年功 朝这里除了齐不动的稻草外 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稻草装饰品 就归来就归来 十二生肖一样不缺 尤其是这头模样逼真的牛 可是足足边上一个星期才有的成果哦 紧接着我们要朝相隔不到500公尺的 穿龙顺出发 我脱队了啦 太辛苦了 平常没在运动的你知道 所以 后继无力了 他们还在等我 冲 等等我啊 你们骑太快了 在一百女士面前有着山 先明来开篷的着山淋水进来之后 来灌溉我们整个公馆的岳崖 这个水呢 将近算是我们公馆的母亲河 它灌溉了两千多甲的凉岳 红尖小建里处处都是雪寸 从川龙寸以进苗栗 厚浓溪的溪水 从川龙寸以进 川龙寸的特殊美景 公馆箱是全台唯一一个红枣产地 年产量高达40万斤 都是因为这座牛豆口 晚上会吹出一管东风 带着水汽滞留在公馆箱 靠近山口的地方 造成多物水汽多的围形气候 适合红枣生产 而这一颗颗像是红帽石的红枣 在阳光底下闪闪发光 成了特殊的农村景观 红枣的面积大概有多少 就有多少 就是这样 年产是大概在40万斤到50万斤的量 所以在整个台湾来讲 红枣它在市寨率大概只有3个人 那大部分的还是比较近 所以台湾的红枣都在这里产 看来要吃到新鲜香甜的台湾红枣 非得到黄金小镇走一趟咯 沿着苗27线大约10分钟的路程 经过农昌红枣休闲农场后 再往上走一点 就可以到秋老师红枣园 亲自体验摘红枣的乐趣 公管厢是全台唯一一个红枣产地 面积有40产 所以来到公管厢 当然要采红枣咯 带上岛粒 系上彩红枣的布袋 我们采红枣去咯 出发 红枣树上结石累累 只是要怎么采 我们来问问红枣专家江婆婆 婆 采红枣啊 现在要怎么看呢 要看这个缝缝都就可以采啊 像这样 上面比较多缝的啦 拉下来啊 采有这样缝的就可以啦 有一点缝的就很甜的啦 婆婆说 黄色的表皮上 只要有四成是红色就表示熟成 如果红枣表面已经红透 反而过熟不容易保存 入园采红枣一次八十元 让从没接触过农村生活的小孩 玩得不亦乐乎 哇 这么多耶 好多 你有采过红枣吗 没有 今天第一次 好不好玩 好玩 好玩 到了红枣的故乡 当然要享用养生红枣大餐 位于台流线上 有一间公馆厂境内 最大的客家餐馆 红枣徐府 站地六百多坪 大家准备大块朵頤咯 完了一个早上 大家是不是很饿呢 饿点了 开动吧 好大nox 好大今年 我们准备到 还有 队 Här 新鮮的红枣 去做一个夏季的凉拌菜 它是用红枣 还有小黄瓜 还有我们现在当季 煮的绿竹笋 才去做一个凉拌 加入我们的红枣醋下去 风味特别的好 新鲜的红枣 富含的维他命C 是富士苹果的八倍 高鲜又有膳食纤维 对身体非常有帮助 饱餐一顿后 继续我们的热血铁马之旅 相隔不到500公尺的毛香亭 有环保风车 DIY 我们设计当中 有非常多的 废弃的一些瓦韧板 或者是空心板 废弃的 那在马路上面 造成很大的一个 就是不雅观的那种情境 所以把这个东西 就把它收集起来 变成我们今天的教材 废弃不用的瓦韧板 被老板当成 美化环境的宝贝 你找两个洞 我和这两个洞的 把它放进去 这样会不会吗 不能动作 动作离开会不会很索 好了吗 好 从这边 这两个洞从我们正面 我们正面这样穿进去 老师教得认真 大家也做得卖力 It's show time 李日长 你花多久坐好风车 我30分钟就坐好了 30分钟 我花45分钟 不过 比看看才知道 谁在成功 OK啊 跑 比看看 走 我都成功了 我的会转 我的会转 倒退路快点 倒退路 我的成功了 这怎么不会动了 你的30分钟做好的 跟我45分钟做好的 你的竟然失败 这个故事证明 情能捕捉 而且还有一句话 欲速者不打 我下次要改进了 改进改进 来看看平均年龄 才10岁的小朋友 做得如何呢 这五个小朋友都做好了 看他们的风车 谁最厉害 预备 起 好 好 对 对 好帅 好帅 而公管乡既然又称作 陶瓷故乡 所以来到这儿 不妨来一趟 陶艺之旅 沿线有田野陶 工作室 陶色工坊 都可以体验 坐陶乐趣 各位观众朋友 开不开心 今天体验了 稻草编织DIY 还有环保风车DIY 以及彩像是 红宝石的红枣 不过来到公管乡 还有一个 不来会后悔的 陶色公路 赶紧跟着我和 理事长的脚步 出发 出发 好 好 公管乡曾经是全球最大的装饰陶瓷产地 而在公管乡规划了一条全国唯一的陶色公路 但此陶 非必陶 这边陶色公路 两旁有三百多件的陶作品 我们公管有非常多的陶丝 我们乡长打造全国唯一的 具有特色的一条 景观自行车道 那全场有多长 全场的话有八公里 来回的话十六公里 那两旁是不是其实还有蛮多座物 对 我们这两旁 你看很漂亮的 像连环那就是芋头田 那跟你们讲一下 大概全台湾第二大的芋头产区在我们公管 公管乡有全国唯一的红小权地 有全国唯一的陶色公路 你千万不能错过 小兰小兰你开不开心呢 小红觉得怎么样呢 各位观众朋友 来到苗栗公管乡骑了一整天的脚踏车 虽然有点累 不过能享受在大自然当中骑脚踏车 漫游苗栗的生活 真的很不错 你一定要来哦